其他砖墙的种类,例如空心混凝土墙,气法基本相同 只是,其墙底的第一层砖的时候,用的砖不是空心混凝土砖,而是用石心混凝土砖 因为这样便于以后钉踢脚线,同时还有加强割水的功能 另外,大家在切断空心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知道空心的东西是特别脆弱的吗 至于红砖,一定要隔日用水浸透,等砖表面的水晾干之后才能气 如果气和浇水是同一天进行,效果会没有这么好 最后,轻质砖砖的分别,就是它的体积比较大,但是重量比较轻 而且不是用砖浆,而用生产商提供的原厂浇砖才行 工友一定要按照制造商的施工细则,来弃轻质砖砖 如果大家做得好,美女也当你是宝啊 所有的工序完成之后,就可以检查了 是啊 承建商的工长验完之后,要交出验收报告 如果合格了,可以要求工程师代表再验收 不过,验收的时候,有很多地方要特别注意 例如,砖墙的位置和厚度,一定要按照图纸和墨线完成 每堵墙的横、平、竖、直和砖缝的误差,都要用比例计算 举个例子,比方三米的砖墙,误差就不能超过10mm 另外,砖墙的竖缝一定要对攻 砖缝之间要填约10mm厚,以及要陷入约10mm的沙浆 沙浆的厚度要均匀,一定不能透光 墙的埋管位置 记住两边要填平塞满 砖砖的时候一定要准确 按管底下的位置一定要正确 不能是歪的 墙的顶部,两边都要填满刮屏 墙顶缝如果超过30mm 一定要用符合尺寸并且完整的混凝土砖砌好 千万不要用碎砖来切 至于门顶的混凝土过梁,一定要正确地安装 入墙砖的长度要符合规格 过梁如果没有墙来承托的话 就一定要按图纸在混凝土墙上用脚码来承托 最后要确保辉凤铁网,混凝土墙拉铁 门框燕尾镀银扁铁 按管位拉铁都安装妥当才行 说得对 如果工地上每一位工人都能尽力做好我和国强说的每一个工序 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国强 知道 这会很正确的 优质工序 证件